嗨,大家好,我是徐涛 36克又推出了一档新的商业评论类节目《观察家》 这档节目邀请了资深媒体人 针对每天的商业热点进行点评 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四晚九点 欢迎收听 那接下来请享用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硅谷早知道第二季 我是徐涛,您在硅谷的特派记者 这个世界飞速变化 那就请您借助我的采访 来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 明年扎堆上市的那些硅谷独角兽 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两位嘉宾 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位是张璐Fusion Fund的创始合伙人 哈喽张璐,欢迎做客硅谷早知道 徐涛,你好 另外一位是连续创业者和投资人Howie 之前也跟我们聊过独角兽这个话题 哈喽Howie,欢迎做客硅谷早知道 你好徐涛,你好张璐 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独角兽 那之前我们聊的是说 为什么现在独角兽越来越多 那可能跟明年相关的话题就是 这些有一些独角兽在2019年会扎堆上市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当中会有很多就是什么 以亿,十亿计的这些数字冒出来 都是大数额 那我们先来盘点一下说明年2019年可能会上市的有哪些公司呢 大家现在都在说的就是Uber, Lyft, Airbnb, Pinterest 然后Enterprise这边其实做2B的 其实那个Slack也在说想要上市 对,包括其实23andMe 其实坊间很多在讲说明年可能会考虑上市 是吗,这个我都不知道 还有那个Pirteo投资的那家公司 Palantir 我觉得我们就by default把它pass掉 可能因为都不是特别看好这家公司 他们确实应该是 他们好像也是想准备进期上市吧 对,然后还有Stripe 据说也会在考虑上市 那这个也是一个2B的公司 还有是PosterMate 那这个可能体量跟其他几家要稍微小一点 相信 对,这是一个类似于外卖的这样的一家 然后另外一个跟那个云安全有关的是 Cloudstrike还有Cloudflare也在说可能明年会上市 对,也是做营丰权的 对,所以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这些公司都说要在2019年开始上市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突然一下子 我觉得今年,尤其是今年有几个大的消息放出来之后 大家比较关注的原因是因为有几家呢 我们讲它是decade unicorn 就是已经存在超过十多年的独角色公司 所以这几家公司终于松口说明年要上市 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但是如果刨开这几家的话 剩下公司其实每年还是正常的pipeline 每年我们都会有说计划有多少家 可能会考虑这样的上市 跟它的公司进展还是相关的 但对于那些我们讲说已经存在十多年独角色公司来说 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种终于上市的 而且扎堆在明年上市的感觉 但比较起来就是像今年是18年 像1516肯定是少的 然后今年肯定比17年要稍微多一点 但19年这个数字是要比今年又要多很多 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好像 有点像中国今年的感觉一样 一下子那些大家伙全都开始扎堆了 去上市这样的一个进程 对 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提到过一个 就是15年开始有一些 本来可能可以上市的公司 它其实是推迟上市 是因为突然之间一级市场的资金更多了 然后一些法律的改变 使得一些公司能够 即使是在比较多的股东的下面 也不需要披露一些的财报的新的法律条文 所以说其实一些公司已经推迟了几年了 那其实就像张璐说的 一般来说一个VC支持的公司 10年以上其实一般也是快要到上市了 否则的话也会有VC分头基金的一些压力 他们的压力不一定是说 你不上市我就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压力会缓慢的会增长 其实到了2019年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点了 对 我也其实也看了一下 这些公司几乎差不多全都是 2010年之前的 像Palantil可能是 比较早的是2004年 然后其他的像Uber是2009年 LBNB是08年 Slack是09年 所以差不多真的就是 正好是10年这个卡 对 这边很多VC的cycle就是10年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 这是一个10年这么一个周期 对VC来说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周期 对 其实不仅是从VC的角度 在美国的话大家都知道 主要的VC出资方都是一些机构投资方 那他们的资金在投入到这个一级资本市场 尤其是中早期投资之后 它是预期在一定时间段之后资金可以回流 这样你才能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但过去这几年确实可能 无论从机构投资方的角度 还是从VC本身的角度 会有一个感觉 公司是在节节高升 然后估值在往上升 但是没有资金回流 没有大额的资金回流 所以其实就会让他们觉得说 资金的流动性比较差 所以现在可能 因为公司上市这个决定 并不是像大家觉得是这个创始人决定 它是一个董事会整体决定的 董事会里面的话有创始人也有很多投资人 大家会从多方面的情况考虑 比如说公司是否成熟到已经可以上市了 然后呢整体的市场大环境怎么样 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 另外就是说 本身从自身的利益 是不是希望可以有更好的现金 这样一个流动的市场的一个出现 说到市场大环境 那明年的市场大环境 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上市条件呢 还是其实是对这些独角兽而言是蛮凶险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从过去几个月的角度来看 其实大家估计是今后几个月 包括我们现在19年并不看好 因为大家觉得过去几年牛市已经那么长时间了 经历一段时间的熊市是好像是必然的 其实过去一两个月的美国的股市也是在经历一些调整 那多数人至少我聊天的一些朋友 多数是对2019年是往下走的趋势可能要更多一点 所以说他们那个要要上市其实也是赶一个时间窗口 如果说这个股市二级市场太烂的话 他们得必须早一点 否则的话其实会很难看 但是如果说一月份两月份股市已经是很糟糕了 他们会不会调整这都很难说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人其实都在考虑说 像刚才徐涛也提到了 08年到现在已经是10年了 那到底接下来这两年会发生什么 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08年正好也是一个大小条 对然后19020年 其实我觉得更多人担心的其实是20年的市场 包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在聊的话 也会做一些就是大概的一个预判 说可能20年市场上会有一些变化 无论从金融市场的风险考虑 还是说政治风险考虑 因为现在我们不仅要考虑金融风险 political risk就是全球的这种政治风险 其实对市场的稳定性影响也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预判 很多公司会选择说在明年上市 实际上是希望可以提前进入资本市场 然后来去拓展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动性 之后的话呢再去尽管其变 看看20年市场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大家都还是比较一直觉得 这个东西它是循环往复一定会发生 只是说它怎么样去发生 它发生有一种是像我们之前经历过的 断崖式的发展 也有是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经历的 就是慢慢的进行市场的一些调整 把PE的一些数值放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范围之内 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2C企业的这个PE可能在降低 但一些企业进行应用 刚才跟Howey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讨论过 有些公司它的故事是基于帮助企业进行效能提升 然后进行这个成本节约的 它可能会更受到市场的青睐 所以我觉得明年可能市场调整 它也会依据各个公司它本身的财务状况 还有说本身增长和盈利能力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反馈 因为资金还是在 那资金它在市场好的时候 它可能会更愿去选择那些可以承受大风险 然后增长很夸张很急速的企业去进行布局 但如果说市场整体是一个偏保守的心态的话呢 那明年像这样一个资金的本身财报比较好 盈利性较强 PE也比较健康的公司 可能会更容易受到资本的一个青睐 但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个池子 资金在这儿但池子这么大 但一下子几进来这么多独角兽 是不是能够支持住所有他们当中的所有人 这是但是也要看嘛 因为像最近几年二级市场 其实没有太多的大的好的公司进去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毕竟来说从完全是从资金角度上来讲 虽然说一级市场有了像软银这样的基金进来 但是相比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的池子还是要大的多 它还是能够容纳更多的那些独角兽上市 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能大家还会关注的一个就是 2019年Uber跟Lift 他们全都有点像在赛跑一样的感觉 特别是当Lift说 我第一季度要上市之后 Uber本来说是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的 最近好像也是要第一季度 然后还偷偷已经提交了那个S1的那个文件 都是12月4号提交 对12月6号吧 12月6号 对对对所以就他们俩这个是在憋着什么劲呢 因为有很多人说是要憋着一个进去看学生上市 我不清楚哪一个先上市是不是一定有好处 我倒是反而觉得Uber可能觉得上半年上市比下半年上市的形式可能要好一点 就还是在抢时间窗口 对对这是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而且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Uber和Lift它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很可能资本的选择是会说选择其中一个 然后就去放弃另外一个 所以谁先上市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来入持 这是他们可能也会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当然就是因为我是Lift的投资人呢 我就可能说话大家会觉得有点偏向心 但我会觉得从这个实际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Uber的可能它的紧张情绪会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两个公司的估值 一个是15Billion 另外一个是上一轮是75个Billion 然后呢一家公司上市的这个空间可能最高是在30个Billion左右 另外一家喊的是120个Billio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Uber它融资压力是更大的 它希望的是说它需要聚集到市场上 大部分投资它这个行业的资本 才可以支撑起它这么大的一个估值 那如果Lift先上市的话呢 Lift其实它的估值是一个正常的估值 那上市之后的话 它吸引走这一部分资本 可能后续就不会再去考虑投资Uber 因为大家会比较说两个同志的公司 哪个公司的上升空间更大一些 那从现有的市场账率 还有说估值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会觉得说Uber是不是这个估值是有点太过于偏高了 另外可能大家还会考虑到一点 就是整个市场的反馈 就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先上市了 如果资本市场反应的效果很好 其实另外一家公司也会受惠 但如果说一家公司先上市之后的话呢 市场反馈不好 那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就会跟着早一样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不要成为被你们拖累的那种 对对就不要被别人影响吧 因为也不是能说拖累 如果说一家先上市之后的话 整个资金市场反馈非常好 另外一家对他也会是好事情 当然只是说你担心的是 他反应过好的话呢 吸引走了很大量的资金 可能第二家他的upset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说做第一个 这样的话他的主导性强一点 而不是说第二个的话 会被对方的一些市场上的表现所影响 对于投资人而言 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巨额亏损呢 因为我知道像Uber 他的亏损还是挺大的 也是到billion的级别 那lift没有到那么多 其实也是亏损非常的严重 所以会怎么去看 就或者是等到到了他们上市之后的投资人 会怎么去看他们的亏损这个问题 一个角度看是看增长 因为其实尤其是上个季度Uber 出来的那个财务的数据 其实大家更担心的是 增长没有以前那么快 如果增长是在那边的话 亏钱其实投资人 其实还是能够去包容的 但是如果增长在减慢的话 那这个亏损就会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说关键还是看那个增长 那从增长的角度上来讲 Uber实际上相对 lift他的做的更加广一点 他有Uber Eats Uber Eats最近一两年 其实做的非常不错 有可能是他上市的 在IPO的时候 一个比较闪亮的一点 对就相当于中国的饿了吗 对对他对 不管是revenue还是booking 其实都是不错的 这个情况下面 所以说其实要看吧 就是说增长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增长 其实就像浩宜讲的 因为其实公司亏损的话呢 一部分可能是因为 薛日公司可能盈利性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他可能的营收 大部分投入去做的增长 如果这时候你能够去证明说 我虽然亏损 但我投入做了增长的那部分 它是在快速的一个趋势的话呢 大家也会觉得 这个未来的潜力很大 但如果增速一旦放缓 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本身亏损 付出的这个代价 所投入的这个增长 并没有达到它的效果 另外可能这两家公司相比的话呢 Uber它亏损比较大 也是因为天人 它的盘子铺的就比较大 它的Uber Eats 确实做得很好 但同时Uber之前 也花了很多钱 在做无人车 然后呢 同时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全球化探索 那现在这个全球化探索的 一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天人铺了这么大盘子之后 现在它是一个收拢的过程 那必然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资本的一个损耗 所以我觉得这两家公司 现在其实都是在希望说 能够在自己本身的财报上 包括说成本层面上 做更好的一个改进 对 其实看这个数据 真的Uber是蛮吓人的 因为我们说 这个这些全都是独角兽 但是Uber它一家募资 已经募资到的钱 就是其他几家的总和 它现在已经募资到了 242亿美元 那Lift已经算是 这几家当中 募资到的比较多的 不过就是49亿美元 LBNB是34亿美元 Slack是12亿 Pinterest是15亿 所以把它们加起来 都不及Uber一家多 所以它真的就是 明年它上市会怎么样 肯定是一个 标志性的一家公司了 对 它240亿 应该有 还是有很多是 debt 对 是的 VC可能是150 160 那也已经是非常大的 也很大的 Hoy 你要不要说一说 这些独角兽当中 2B的这些公司 明年上市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 Slack 还有一个是Stripe 这两家其实 我觉得都很healthy Slack其实现在 很多企业都在用 我看了一下它的用户数 其实用户数并不多 DAO并不多 就是说付钱的用户数并不多 但是它从每一个用户上面 拿到的钱其实还是很多 基本上是它跟像 像那些那个2C的公司 Snap这种公司比起来 其实是要高一个数量级 就是说每一个用户 所以说其实还是很赚钱的 那Stripe也是一个 很多e-commerce 或者说这些企业 它要做一些transaction 其实都是 就相当于它们的平台了 粘性非常强 所以说这几家公司 都是可能会做到 Slack跟那个Stripe 都可能是200亿美元 市值或以上 等到它们上市的时候 我还是蛮看好的 那那个Palantir呢 Palantir张鲁可能熟悉 更熟悉多一点 它以前 它在之前做的 多数都是政府的生意 它之所以今天是说上市 是它说非政府的 这一边的生意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是说 但是至于多少 张鲁可能知道更多 具体的数字也不方便讲 但是我觉得Palantir 现在的一个问题 也是像你想到 它已经存在十多年了 然后像Howie提到的 它过去其实主要的订单 是来自于政府 包括其实在公司内部 它做政府订单 和做这个企业订单的 这部分人是完全分开的 背景审查各方面 都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现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过去这几年吧 其实政府本身 自己内部的 这些情报机构 还有自己的这些数据 中心的机构 它们本身这方面的能力 增长得也很快 从政府的角度 它可能更愿意 用自己的人才 而不是说去外包 所以渐渐渐 其实Palantir 现在的政府订单的 下降很快 那商业企业级的订单的话 增速也没有那么可观 那我觉得现在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他们不得不上市 通过这个方式 进行更多资金的一个目击 刚刚好像已经有提到一点了 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继续震荡的话 张卢士说到说 那可能也要看不同的公司 也许表现好表现不好 这还是看各家公司的 那如果是出现一个整体的股市 下行的非常厉害的这样状态 甚至就像是比方说像中国 今年的这种状况 那美国股市会出现类似情况吗 股市什么情况都会出现吧 我没有一个水晶球去判断 但是我觉得总体往下走的压力 是蛮大的 就会出现到像2000年那样 如果非常糟糕 以至于这些公司可能会不得不 类似于推迟上市 我觉得2000年可能不会 因为是这样子 2000年很多东西都没有ready 包括做e-commerce 对吧 那时候的这种web van 这些公司 其实都是巨大的亏损 巨大的补贴 然后你用正常的视野去看 是非常非常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们也上市了 今天你说Uber Lift 即使Uber你说是1000亿美元 或者说700亿美元 你可以说有可能高一点低一点 但我并不觉得是 它至少revenue有10 billion dollar 100亿美元了 它能够震荡到哪里去 我觉得跟2000年还是不会 2000年很多公司就是 腰斩都算是很nice的 都是从100块钱到1块钱 到1块钱不到 那今天这些公司也许腰斩 但是最多了 我并不觉得是 是非常的离谱的这种 那个估值 至少我是觉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 就是说这个接种市场的 这个隔一段时间的调整 它必然是会发生的 但是也并不是说 每次发生它的情况都会一样 因为其实你看 这次和08年最不一样的 就08年其实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大家都觉得没事 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说实话 都在各种方面做准备 尤其你看硅谷的科技公司 包括现在已经上市的 这些科技公司 虽然现在股价震荡 他们手头为什么提前储备 那么大量的现金呢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说 股价震荡的时候 自己的现金从海外赢回来 之后的话呢 进行股票的回购 然后自己有能力去稳定 那对于现在这些 马上要上市的科技公司 那它和就像浩宇提到的 和2000年比较来说 不一样的 2000年很多公司 当时就是上市太容易了 这些公司就不应该上市的 然后它上市了之后的话呢 说实话最后市场crash掉 也是部分层面上市 天经地义 对天经地义 就是这个词 那从08年的话 08年是金融系统 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 金融公司遭殃很多 那现在高科技公司 你会发现 无论挑哪家 独角兽公司出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都已经具备了 成熟的上市条件 它的营收 它的企业的成熟程度 它的增长空间 不管是增长空间 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那你要是去同类 比较美国这些 快上市的企业 和你刚才提到了 中国的股市 你会发现 企业的性质 还是很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竞争力 不是说是由资本决定的 它竞争力 是由它本身 自己的技术产品 而市场占有率去决定的 然后资本过来 赋予它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和可能 无论你提说一些 现在可能过去一年 在中国股市上面 经历到一些 变迁的这些企业来讲 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所以顶多就像是 小米流血上市那样吗 我觉得那你要看说 小米对标的是 哪类公司了 那你要算算 小米上市的时候 它的PE是多少 那现在这些上市公司 要怎么去看 那它的 你有算过吗 我没有算过 但是其实可能 普遍上 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中国的独角兽公司 它的这个溢价程度 是比美国要高很多很多的 就是它的实际上 这个估值平衡 就我们说平行来比较的话 每个阶段都比美国 这边要高很多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做一个数字 整理一下 对 看一看去 对 这个就可以 但是也是因为 其实大家会 对中国市场的增长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待 但是这个增长的期待 是不是和现实能够匹备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那个在中国可能有这么一个现象 因为之前我们做节目也讨论说 为什么会一窝蜂全都到香港去上市 就是因为大家就觉得自己的钱快没了 所以必须通过公开募资的这个方法来获得钱 那对于硅果独角兽公司而言 如果2019年 他们不通过公开募资的这个渠道 他们手上还有钱吗 还能够支持他们存活下去 而不是存活下去 而就好好的经营下去 据我知道的几家主要的 要上市的独角兽公司 他们手头上都是有很多现金的 而且不是现金 你想来说是100 million 它是billion级别的现金 所以它如果是有billion级别的现金 说的不好听一点 它采完圆了之后的话 它现金可以支持公司继续增长 所以它和一些公司可能是觉得 钱已经用光了 需要无论你讲什么流血上市 或者说要通过上市的方式 去募集资金是不一样的 刚才浩宜也提到 其实现在大量的这种 大规模的资本 在强势进入一级市场 其实这也是一定程度上 相当于是延后了 他们上市的时间 所以这些资本还持续在 所以挺有意思的 就我知道WeWork 本来打算想要上市的 但是后来拿到了软银的一笔钱 又是我不上市了 所以这种就是像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 比方说LBNB或者是Uber 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肯定是可以拿到钱的 那像决定上市和不上市 这个又是用什么来 做出判断的呢 上市以后 你在二级市场里面的 接受的透明度 或者说是受到的一些干扰 可能更加多一点 但是二级市场的好处是 资金的持更加大一点 那对WeWork这样的公司 它觉得在短期一两年之内 有软银能够进来 那我可以推迟这些干扰 然后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你还是两三年三四年 还是必须得上市 因为毕竟一级市场的资金池 还是是有限的 所以对于WeWork而言 可能他们想的就是 我现在还不需要那么大的资金池 来支持我发展 可能也就是推迟个 就是比本来的schedule 可能就是晚个一两年 两三年 并不是说是有很大的改变 你像Uber 如果说没有上一期的话 可能今年上市 但是有了那个上一期的 八个billion dollar进来 那它明年上市 或者说一开始是说2020年上市 反正也就差个一两年 两三年吧 我觉得 前两年上市当中 有几家公司表现非常的不好 就比方说GoPro到现在 都还没有缓过劲来 然后Blue Apron 我最近没有查怎么样 但似乎上市之后也一直不太好 但也有像Jobox这样表现还不错的 那你们觉得这几家公司当中 哪一家最有可能会像GoPro 或者像Blue Apron这样子的呢 我觉得GoPro做不好 是因为产品吧 就是说产品的还是没有吸引到 跟上市不上市 跟那些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吸引到 更多的用户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基本的 就是一个商业的基本点还不够好 刚才你说的还有一家 Blue Apron 对Blue Apron也是 我觉得商业模式上 就基本点还是差一点吧 像Pinterest会像他们吗 因为其实Pinterest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会是能做到那么大 Pinterest他其实很unique 他是搜索图片 相当于图片里面的Google 我觉得他的CEO 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 从一个商业的拓展来讲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他们还是 说自己想做的事情 并没有把商业的拓展放在 不能说没放在首位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潜力 其实是完全是有的 因为Google做文字 能够那个text search 能够做得好 那他做图片 其实是有有很大市场的 其实我觉得他潜力更大 是吗 因为我都觉得好像 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在用Pinterest 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户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都是女性好像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确很火嘛 然后我也会去那个 有图看一看啊什么的 但最近几年几乎就没有用了 有着一直在增长 这是我最大的数据 Pinterest 有有所增长很快速 包括其实当然 豪里讲到 大部分的用户确实是女性 但女性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平台很有意思 它是跨年龄层的 就其实你看 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些 这个social network 我们会讲说 多大的人用这个 snapchat 多大的人用instagram 多大的人用facebook 但是你会发现 Pinterest上面 它是很跨年龄层的 而且它的用户的 年性和活跃度非常的好 所以刚才豪里讲到 我们就是真的看这个公司 它有很多商业拓展的能力 广告啊 电商啊 软电商啊 等等等等 包括像我们看 帕老头另外一家公司 Housey 对吧 他们当然是另外一个sector 他们其实在商业拓展上面 可能走的就更快一些 它也是做图片的吗 它是做家装 就是家里装修这些 所有的这种家居啊 设计等等 但Pinterest 它其实涵盖的面 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它本身的增长潜力 还是很大的 对 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 用户习惯也要看 美国人 它本身的用户习惯 还有说它有多少的 这个伙伴在这个平台上 而且你不要忘了 美国有一大部分的人群 它是家庭主妇 其实家庭主妇 在这个平台上 使用的用户 也非常非常的多 说到这个资本市场 就包括 就是上市之后的 那些投资机构 因为之前 Housey的那期节目当中 也说到说 相当于是 因为大家已经看到 这些科技公司 10年20年的增长非常快 所以他们就是把它放在了 上市之前 这些的增长 都已经投资人 就已经把它收入囊中了 就投资 已经投资这个阶段了 就说都吧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对对对 有一部分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它IPO之后 机构投资人 或者是投资人 反反反的说 在这个股市上的投资人 他们还有类似于 赚钱的可能性吗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一部分 能放到一级市场 但也不是百倍增长的 比如说Uber 它如果上市100个Billion 它是不是能够增长到200个Billion over the time 就是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能不能10倍 100倍增长 我觉得这就玄乎了 但是如果你是Uber 很早就上市的话 可能就会有百倍 或者说50倍的增长 其实它是 我觉得一部分 到了一级市场 但谈不上 所有的都去一级市场吧 所以我们就讲说 你要去判断 这个公司的upset 为什么我们说 有些时候估值太高 对公司也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你会 就像浩宜讲的 你把很多增长 在提前估值里面 都预透掉了 甚至对硅谷的 一部分独角色公司来讲 它是公司还没达到 那个阶段 估值先上去了 所以公司的发展 是在追赶它那个估值 追到了之后的话 可能又来一个新的估值 所以这个确实 不是说所有公司都这样 你会发现硅谷 它有两类 一类公司是有点说 公司的发展 在追估值 但也有一类公司 它其实是估值 相对偏正常或偏低的 那我们做一下预测吧 就是明年既然这些独角社会 扎堆上市 最乐观的场景 以及产生的影响 会是什么样 然后最悲观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样子 最乐观的就是 比2012年Facebook 那个上市的时候 对整个这个业界 产生的影响还要正面 比如说硅谷诞生了很多 Millionaire 都是因为Facebook上市了 我觉得明年 可能有一堆的Uber Lift 或者Airbnb的Millionaire 硅谷的房价 可能还要往上涨 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 对 我觉得如果说 如果说是悲观的话 那当然现在市场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发生 尤其我们讲到 但我还是觉得说 即使很悲观 我也不觉得 明年市场会出现大的问题 可能这个震荡 如果真的出现大的问题 也会推到2020年 对 所以我觉得明年 其实大家如果说 不是乐观的判断的话 也会说 有些公司上市之后 可能会上市的表现 不会很好 但我还是相信 有很多公司上市之后 它的表现会还不错 只是说我们可能 不能预期说 像市场好的时候 这个公司各方面 数据都很好 上市之后 有一个非常夸张 或者快速的增长 但如果说 公司本身的 基本面都很好的话 我觉得上市之后 是可以吸引很多 优质的资本的 因为就像Holly提到的 其实二级市场的 池子很大 资金都在哪 资金也都 available 他们也在等 这些公司上市去投资 只是说 如果市场大环境 让他们觉得 相对来说 有点担心的话 他资本不可能不投 只是在投的时候 他会选择更加安全 和更加稳健的 一个选择 所以就 其实还有一个 隐藏的说法 就是即使明年 我们很乐观 甚至出现了 Holly刚刚刚说的 上市一派繁荣 甚至还推来了 一个小的牛市 但是到2020年 可能还是会要面临 很严峻的一些状况 我个人是一直觉得 经济或者股市 不管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起伏伏是正常的 不管是发生什么情况 总共有起有伏 过去几年 这么多年的牛市 我觉得在今后一两年 相对来讲 熊市多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是经济学里面 一个比较正常的 你一直往上走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 不过就是像我们 像那些大公司一样 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可能就是一个 最好的心态 或者什么的 而且其实我记得 好像是Warren Buffett 好像说过 还是谁讲过 其实你看08年 当时那一次 整市股市震荡之后 很多人可能当时 也就卖掉了一些 公司的股票 但是可能现在回头看 就会非常非常的 觉得惋惜 或者是觉得后悔 所以很多时候 就像浩宜讲的 我们在这个经济周期里面 它是一定会经历 一次一次的变化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每个人 无论是做投资 还是说做自己的企业 要坚持自己的方法论 秉承一个 由始而终相同的原则去走 那这样的话 你这种方法论 就可以在这种周期变化中 得到持续的一个反馈 而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周期变化 就什么时候都在跟风 然后不停的调整 对 可能还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这一轮 我们刚刚说的 那么多独角兽 几乎都是08年09年 算是经济的 比较低迷的状况下 出现的一批企业 那他们现在是 非常了不起的企业了 已经是 或者甚至可以说 没有2008年 低迷的经济 也没有Airbnb Uber这么起来 你想共享经济 有一部分的原因 起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然后大家才会去 从用户的角度来讲 去接受那个共享 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说对 都是08年起来的 其实08年的 那个经济的不景气 其实是 对这些公司 其实是有 有出镜的作用 对 所谓的零工经济 就很多人 愿意去当Uber的司机了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 二位做客 《归故早知道》 谢谢许唐 谢谢许唐 谢谢张璐 圣诞节快乐 谢谢浩宜 圣诞节快乐 节日快乐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 想要讨论的 可以给我写邮件 在节目下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 进行讨论 另外 下周美国这边 就进入了圣诞 和新年的假期了 嘉宾们大多数 也都去度假 因此 《归故早知道》 节目也休息一期 也祝大家2019年 新年快乐 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中 有更多的收获和成长 那我们2019年再见